Super Idol的笑容都美你的天 八月中午的阳光都美你耀眼 热爱105度 等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Super Idol的笑容 哈喽 好久没有出妆容了 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个 我最近还蛮长画的那种 比较初恋感的夏日妆容 第一步还是先上一下隔离 这个隔离是有一点防晒系数的 所以我夏天用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夏天底妆比较轻薄的话 隔离还是蛮有必要上一下的 就可以帮你先均匀一下肤色 然后差不多挤一半这个粉底液 我夏天的用量会稍微少一点点 粉底刷在上妆的时候 你就尽量不要来回拖 还是直接这样子沿着一个方向刷 这样不太容易有刷痕 因为这个粉底其实比较清透 所以像黑眼圈啊一些泪沟的地方 还是要上一下遮瑕膏的 在拍的时候 你就把它边缘的膏体和皮肤融合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为了让整体的肤色看上去更均匀一点 我找了一只提亮液 把我面部会有一些沟壑和凹性的地方 都来提亮一遍 还是用刚才用过的那个遮瑕刷 把它给点拍开来 像整体妆容比较清淡的时候呢 修容也要适当的减弱 就简单的来扫一下下额线和鼻子的部分 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那种偏亚光一点的妆感 所以散粉先着重定一下刚才遮瑕过的部分 然后再拿大的笔刷来淡淡的扫过 找了一块眉粉来画一下眉毛 因为今天想画那种偏野生眉一点 所以先用眉粉来画一下大概的轮廓和颜色 我最近刚好染了一个很浅的发色 所以先用染眉膏来统一一下眉毛的颜色 用液体眉笔在眉尾的地方加一点 增加一点毛流感 然后我会顺便用这个眉笔来画一下我卧蚕的地方 这个颜色比较浅化卧蚕会更自然一点 现在你看一下是不是感觉这只眼睛的卧蚕就更加明确一点 翻来翻去终于被我找到了一盘我心目中的蜜桃色 用这个颜色给眼睛来做一下大地 今天画的眼影范围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就找了一把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刷子 基本上是沿着我们双眼皮的这个褶皱画就可以了 下眼瞼的位置也是后半段就稍微戴一下 然后找了一支眼线胶笔 就是你虚虚的点拍上去就可以了 不要画的太实 但我这只刚好就是不太相似 把这个液体眉笔涂在我们刚才画过的眼下三角区的位置 好看的眼睛这里就是会有一块阴影 然后眼尾用这个红色的眼线胶笔画一段眼线 今天会贴假睫毛 所以我们的睫毛就定型就好 不要让睫毛和我们的假睫毛的部分就分层脱离 大睫毛的部分可以认真刷一刷 但只要线长就好 我最近就很爱用这种单根的睫毛贴 因为像是我日常化那种淡妆的话 其实睫毛就非常非常重要 长度的话你们眼中不要超过10毫米 一只眼睛贴个4到5根左右 就非常非常的自然 看一下效果 真的是刷睫毛很难有的这种根根分明的效果 这块颜色是不是真的超级奶 真的是水蜜桃本人 这种低饱和对颜色就可以用斜向的扫法 其实视觉上会有一定收敛的效果 鼻头和下巴的地方也顺便带带过 还是用大刷子蘸取少量的散粉来淡淡的扫一层 再定妆一遍 这样的底妆真的就非常牢固 我试过真的一天的鬼头妆 群妆部分用卡自然的这一支G03 这一支是有一点奶性色 饱和度不是非常高 我涂手臂上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还蛮适合日常尾素颜图 但又比较提气色的一支 而且这个系列我忙入的另外次质 也完全没有踩雷 而且不会像一般的韩系唇油那样子染唇 就直接用纸巾就可以擦掉 你们看一下 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渴 夏天真的和这种果冻唇油超级配 我一般会先薄涂一层来均匀一下唇色 直接用手指抹开就好 再在唇中的地方点涂一点这个颜色 然后像唇角的边缘也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子涂完之后真的就超级嫌嫩 而且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然后找了一根灰棕色的眉笔来点一下质 然后如果你们要点质的话 就用这种细一点的眉笔 会比较自然一点 不会像眼线笔那么深硬 而且一定要点的小一点 这样看上去比较精致 那今天的妆容就画完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